邱醫師請教一下什麼樣的表現叫做黃膽 OK 黃膽這個詞的意思 其實就是我們血液裡面的膽紅素偏高 那最常見的表現 其實我們在門診上最常見的表現就是 第一個就是皮膚變黃 不過這是比較嚴重的狀況 大部分人一開始變黃的時候 他會從你的眼白一開始 從眼白開始 那有一種人 眼白是白的 但是他的手是黃的 這個不叫黃膽 這個通常最常見的是 有些胡蘿蔔素吃比較多 或者有一些少數的藥物會造成 這個手掌的地方變黃 但是其他地方沒有變黃 那這種一般就不是黃膽 那黃膽除了眼白變黃 皮膚變黃之外 他還會合併有一些其他的症狀 比如說我們叫茶色尿 那個尿顏色不是水喝太少那種黃 那個尿顏色像烏龍茶那麼深 顏色非常的深叫茶色尿 那有一些人呢 因為黃膽的原因是膽道阻塞 所以他大便顏色是會變成 比較沒有黃的顏色 因為我們大便的顏色 其實是黃膽的膽質流下去 變成那個顏色的 那所以有些人的大便顏色變成灰白色 這個也要小心是不是有黃膽的問題 有哪些原因會導致黃膽 OK 黃膽的原因其實也是非常的多啦 那大致上我們會分成兩塊 第一塊主要就是說 他這個黃膽 是這個溶血造成的 那這個就請他去寫給寫意科利醫師看 另外一部分是所謂肝膽方面的問題 肝膽方面的問題包含什麼 包含我們黃膽排泄的地方 路径上出了問題 那就是膽道有阻塞 包含有石頭 包含有腫瘤 那什麼石頭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膽結石造成膽道的結石 這個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你肝臟分泌的地方出了問題 那是肝臟本身的問題 包含肝功能太差 肝硬化造成肝功能非常的差 或者是某一些藥物阻礙了你黃膽排泄的路径 那這種也會造成黃膽 這麼多原因會造成黃膽 那我們從一開始大概一步一步要怎麼做檢查 OK 第一步當然就是我們會抽血看你是黃膽是怎麼樣來襲的 那如果是這個溶血就可能進血一顆醫師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那如果比較懷疑是肝膽方面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第一步會再多做一個超音波 檢查你的膽管的狀況 有沒有膽結石 膽管有沒有擴大 如果膽管有擴大可能進一步 會再去做電腦斷層或者核磁共振 把這個膽管看得更仔細更清楚 那有一些人要去看膽管的狀況的時候 有時候還多再做一個逆視鏡去看一下那個 蛇指腸那個膽管的開口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剩下的大概還是要回頭再去看一下你有沒有其他B肝 C肝有沒有一些藥物使用的 比如說有些藥物 比如說抗結合菌的藥物 比如說有一些治療這個黴菌感染的藥物 還有零零種種一些不明來路的這個中草藥 這些可能都會有對肝臟造成傷害造成黃膽的 所以其實總體來講如果你有懷疑你有黃膽 應該要跟醫師詳細的講你的最近有什麼不舒服 那最近有沒有吃什麼藥物 那讓醫師再進一步幫你安排所有的檢查 讓你知道說你真的黃膽原因是什麼 要怎麼治療 Lunar Lunar